少主公 将军周瑜正在巴丘弦县 此时末将的意思 应该立即招他回吴郡 主持江东大计 我是说 招他回来 辅佐少主公主持江东大计 孙权刚刚十八岁 就成为江东之主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明显 在场的江东文武百官 都是看着孙权长大的叔叔呗 压根没人听孙权的话 武官以周瑜为首 至于有些文官更是偷摸搞事 请夫人主持江东大计 按照这些文官的想法 自古以来权力交接都是父王子弟 孙策还留有一个儿子孙少 虽然年纪小 但由大乔代为掌管江东 这才合乎礼法 大乔心乱如麻没有表态 之后张昭找到大乔 用汉室衰败的原因来分析 如果拥立孙少为主 他们会重顾当今天子的后尘 又指出如今孙权即位 如果大乔带着儿子继续留在这里 会让江东产生内乱 此时大乔想起孙策一命 心中已有打算 另一边周瑜正在带兵打仗 接到孙策去世的消息后 急忙回城奔丧 而此时的孙权摸着江东兵符满脸民众 听到周瑜孤身返回 孙权这才放下心来 一见到孙策临位 周瑜当场泪如泉涌 难而有泪不轻弹 只因为到伤心时 周瑜伤心欲绝哭成一个泪人 孙权却在旁边冷眼观看 片刻后孙权从河中拿出江东兵符 攻进将军 请你接下兵符 提令江东 周瑜一听大惊 立刻猜出孙权 这是在和他玩套路 也看出孙权的智谋绝对在孙策之上 于是周瑜立马推辞 表示自己绝对没有窜逆之心 愿意听从孙策一命 静心辅佐孙权 周瑜说完就告辞离去 看着周瑜离去的背影 十八岁的孙权陷入沉思 拜计过孙策后 周瑜又去找孙策的母亲吴国泰 吴国泰也是老谋深算 直接把话挑明 指出周瑜在江东威望太大 孙权立足未稳 之所以要退让兵符 就是怕自己遭到周瑜陷害 周瑜听后再次落泪 表示自己明白了 接着周瑜带领所有武将 在孙策的临位前立下誓言 并先主公在下周瑜 率长浦 黄盖 韩当 祖茂 并率三军将士 在主公临前立士 同心同德 辅助少主 生死无悔 永固江东 生死无悔 永固江东 旁边的孙权一听 知道自己的位置 到现在才算真正保住了 而大乔被张昭一番话打动 知道自己留在江东 只会妨碍孙权 便抱着儿子乘船离开 几天后被评论区点赞最多的大哥收养 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